2023年对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三件 会影响我一辈子的事情 哈喽大家好,我是Demon 我已经几乎七个月没有发视频了 一方面是有点创作瓶颈 多少是有点数据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因为真的在忙别的事情 当时已经到年底了 等到视频发布的时候 大概率已经一月份了 按照惯例还是要安排一个年终总结的 就像视频开头说的 今年一共发生了三件事会改变我一生 其实那差一点就有四件事 先说这个差一点的事情 我从11月份开始经营我的网上课程 帮助大家去学习Project Management 以及转行进入Project Management 毕竟我自己是过来人 了解所有痛点也知道解决方式 我希望能够实现我的自我价值 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人 那往后我会在这个新的频道 放关于Project Management 和求职面试的视频 会是全英语的 欢迎各位订阅支持 如果你有兴趣学习Project Management 或者有兴趣转行 也可以评论或者邮件告诉我 我们可以私聊 我的邮箱也会放在信息栏的地方 那之所以差一点成为第四件事 是因为在12月20日之前 我没能达到我预设的学生的人数 那看来这个目标只能在2024年完成了 好 回来说说这三件事 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从哈法奔到温哥华 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去更大的城市的打算 因为这样子能给孩子更好的资源 自己也能有更大的舞台 在20年年初的时候 我还出了一期视频对比多人多和哈法 其实也算是为了以后换城市做打算 不过这都只是停留在想法的层面 毕竟我们都已经在哈法买房了 而且刚站稳脚跟 要换城市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然而有时事实就是这么神奇 好像冥冥之中给你铺好了路 2022年年底的时候 当时我老婆还在休产假 就想着不如趁这个机会 在多伦多和温哥华 看看有没有别的工作机会 结果不到一会的时间 她就在两座城市都拿到了offer 于是我们就陷入了纠结 一方面我们在哈法很好的工作 很好的朋友 而且生活里很舒适 甚至可以说是很安逸 而且我刚好在事业转型的关键时期 另一方面我们内心也很清楚 为了自己为了孩子 我们终究是会要去大城市 那么以后可能再也没有这么好的契机了 在一方权衡之下 我们还是决定要搬到温哥华 其实我老婆拿到的多伦多的offer更好 多伦多对我的职业翻展有更有帮助 但是考虑到气候因素 我们之后还是选择了温哥华 于是我们跟朋友回类道别 收拾好房子 联系中间卖房 哈法依然是个非常不错的城市 我过去的视频都有说到 但是它已经不符合我们现阶段的需求 所以我们只能离开了 另外对于哈法 我特别不舍的是我们的朋友 几乎十年的友情 在国外亲人不在身边 这些朋友就是亲人 有困难我们互相帮助 也快乐我们共同分享 那终于1月17日 天下着雨 朋友开车把我们送到了机场 说的也巧 当年来哈法 这群朋友里面 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杨格 最后送我们去机场 最后一个见到的人也是杨格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哈法 我们的11个月大的儿子还有国强 先从哈法飞到多温多 再从多温多飞到温哥华 早上8点出发 来到温哥华住的房子的时候 已经是温哥华的晚上8点了 也就是说全程一共16个小时 大人都累得不行 更好看好个小宝宝 还有只紧张狂躁的小狗 但还好有丈母娘帮忙 好不容易来到了租的房子 其实这个房子大概就二三十年老吧 但可能因为是用来出租的 房东没有好好的保养 很多地方都很破旧 整个房子大概也就是 我们在哈法的家的三分之一大 而且可能有几天没有住人了 也没有开暖气 房子里面冷冷冰冰的 一时时间要说心里没有落差 那肯定是骗人的 当天晚上把宝宝哄睡之后 我和老夫疲惫地躺在床上 我们两个人都哭了 夹杂了各种情绪 至于我们是不是做了错误的决定 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才缓过来 我们下定决心要坚持这个决定 我们需要休息 因为我们还要完成我们的目标 那转眼一年已经过去了 我们也熬过了那段时间 生活越来越好 刚才说过了这个节点 正是我事业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 二十年的夏天 我才终于从financial service里面 转出来成为project manager和project manager 虽然工作中依然有大量的finance元素 但主要负责的是 内部软件的开发和更新 以及相关的项目 算是我转型project manager 非常重要的一步 此时正是积攒经验和人脉的时候 在公司我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部门 有自己负责的项目 也建立了自己的声望 我甚至提案了一个 覆盖整个哈法的培训项目 已经获得了批准 而且由我负责举办 老板以及其他几位director 都非常看好我 给我资源给我项目 可以说我有个非常好的局面 然而虽然我可以去温哥华远程办公 但由于这个部门 没有任何组在温哥华 这就导致了资源最终无法向我倾斜 我提案的地区培训项目 也只能交别人负责 没有办法 我人都不在哈法了 怎么负责呢 而这些最终的结果就是 即使他们不开除我 我也会由于地区的限制 而导致很难升职 很难获得更多资源 所以我需要另外一个出路 于是从来到温哥华开始 我就逐渐开始投工作 我目标很明确 就是Project Manager 但由于温哥华和哈法达产业结构不同 我finance背景的Project Management的经验 在温哥华却不是那么好就业 这边的Project Manager的职位 基本都是科技公司的 或者是建筑行业的 跟我的背景和经验并不对口 所以求职之路并不顺利 几个月下来 我不断地修改前提 优化自己的个人介绍 以及对预设问题的应答 曾经有几个感觉特别有趣的工作 最后依然失之交臂 其中一个是给BC Credit Union 提供项目管理服务的公司 前面几轮都聊得很愉快 但是最后一轮很明显 对面的CFO并不是特别喜欢我 面试时从一开始就有点心不在焉 老实说我感觉他应该是在忙某件事情 但还没有做完就到了面试时间 于是他赶紧过来面试 但他的思维还是在那件事情上面的 另外一个是十足鸟财务部的项目经理 我在最后一轮面试的时候 说了个事实错误 当时我就意识到了 我说错了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我非常肯定就是这个错误 让我失去了这个机会 不过也许真的是冥冥中只有安排 我给自己六个月的时间找工作 结果就在这个六个月到期的时候 我拿到了这份我特别喜欢的工作 在一个Wealth Management的公司里面 做Business Transformation Project Manager 我甚至感谢那些我之前失败的面试 不然我都没有办法拿到这个工作 最终面试的那一天 我还是养了之后的第二天 整个人强撑了一个小时 一身虚汗完成了面试 然后在家躺了两天 结果算很好的 我很顺利拿到了offer 组织很顺利 工作很有挑战 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2023年我如愿做到理想中的Project Manager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里很快就会迎来第二个宝宝 一龙一虎以后家里肯定会很热闹 我和老婆其实都是事业型的 事业型很重 但是我们也希望儿子能够有个弟弟或者妹妹 他们一起成长 也会互相帮助 预产期是明年六月 但是我已经会幻想他们两个人一起玩的场景了 但两个小孩肯定会更难更累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handle 我们可以做得很好 最后这一点我们不说太多了 现在已经是2024年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的梦想 我们要继续努力 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心想事成 旗开得胜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